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酱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仿装 这个仿装也是很难 我分析了一下它的五官 比如说像欧美人的长相 我可能修不到那么的准确 它是那种双眼皮开开开 开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它打了很多高光 然后就特别好看 我也是第一次仿装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包涵 那我们就开始吧 压了很大 先吃个粗梅 以前我的双眼皮是内双 然后贴了一整年的双眼皮 贴双眼皮 只要改变你的双眼皮的话 有个问题 你的上眼皮真的会开始松弛 我现在就是上眼皮很松弛 有些时候会搭下来 上眼皮贴一直都是用的 这种半月牙型的 我用的很顺手 虽然贴的不咋地 这只是简单的一些物理攻击 待会还要用眼影改变一下 OK我们现在来上水乳 健康水的话 大家对它包扁不一 我是比较喜欢它的味道 这个也要看你的肤质 还有你的习惯 这个比较重要 上入眼 上入眼 其实应该是先画完 然后再造型的 但是我怕画的不像 所以说先造个型 虚晃一强 让大家觉得 诶有一点像哈 然后现在咱们来上精华 特别感谢 伊丽莎白亚顿 爸爸 伊丽莎白亚顿 很早以前就给我寄的 这一个胶囊 它有一个名字叫小鲜胶 里面还有178倍 稳定的脂溶性 VC衍生物 保持你的皮肤 让它鲜鲜的 小鲜胶儿 主打的就是温和 还有一个就是提亮 它里面有VC的成分 但是不同于水溶性的VC 它是游溶性的 游溶性的 为什么非常好呢 是因为它可以 更好地渗透你的皮肤 针对于敏感肌的话 它都是比较温和 稳定不刺激的 除了你的皮肤非常好的话 基本上咱们都会有一些地方 会泛红 像这种鼻子 或者是你的痘印 然后它里面 还还有一个神经鲜胺 修复你的皮肤屏障 保持你的水油平衡 VC加上神经鲜胺 这两个成分是它主打的 你每次就认这么多 但是你要把它挤干净哈 每一块钱 都要砸在自己的脸上 谢谢 这个质地非常的轻 但是它又不是水 它有点偏油性 但是它又不是很闷 反正我就是比较害怕 那种很油的质地 因为会闷痘 用的时候 先把它放在手上 然后再按在脸上 要精致地按摩 让皮肤彻底被精华滋润 你就会感受到 某种精神上的快乐 千万不要往下垮着 要往上提 还有富裕的手上 在手上加热以后 会促进它的吸收 抹到脸上之后 你会感到非常的润 它涂在脸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特别适合妆前 涂粉底 还有你在遮瑕之前用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像我的鼻翼 嘴角特别容易干 顺便你就可以涂一下 你的嘴唇 就能够滋润到 不会让你特别烈 因为用的时间短 没有太大的改善 但是提浪效果 是真的很扛大的 这是我收到 用了那么久的一个体验感 有一些比较专业的 必须要说到的哈 VC的话 它能够强化抗氧性 清除和中和自由基 稳定胶原蛋白结构 等等等等 但是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 用人话来说 它是能够缓解你的 炎症 还有泛红的 而且咱们用水乳 或者是说精华的话 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胶囊弄包装 就可以很好的控制 它每次的用量 保证了你每一个 都是新鲜的 卫生的 而且它小小的 你出门携带就很方便 好还年以前出门玩的日子 如果你对底妆的 要求非常高的话 想要有一个 比较光泽感的底妆 这个确实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就是有点贵妇 可以搭大折吗 金竹袜吧 我一定会给大家 争取到一些福利 然后我自己多抽一些奖 可能是个人习惯不一样 我现在研究出了一个 非常适合我的底妆方式 先遮瑕 遮瑕以后上一个气垫 然后再用一个高光提亮的 去提亮我的面中 这样以后 我觉得底妆就满意了 开始遮黑眼圈 然后鼻翼 这下面泛红的地方 而且这下面 如果你上遮瑕的话 一定不要卡粉 不然的话就很尴尬 我以前就是先上底妆 然后再遮瑕 就很起皮 像人种这种地方 你按一下 待会可以画出来 现在和刚才就不一样了 得到了很大的盖伤 而且不卡 接下来就是push上去点 如果说你还想要提亮的话 就可以在你的面中 就是这个三角区域 提亮一下 这样你中间就没有那么凹陷 这边是没有提亮的 然后这边是提亮了 怎么办 这边也提亮一下 定妆的话 我是采取部分定妆 就是在你需要的地方定妆 比如说你的眼睛部分 眉毛定妆的话 待会更好画 鼻子啊 或者是你面颊的这种光泽 我不想把它抹掉 所以说就定其他地方 就是说我不想让我的颧骨显高 那我就把颧骨的这个光泽 也把它定掉 再加上待会你会修容 效果更好一点 其实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小的脸 这个地方比我的要平一点 人家有那种屁股下巴的感觉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地方修一下 好 铲拼铲拼铲拼 旁边也修一修 OK 然后现在进入史上最难的修鼻梁 真的好难修 它的鼻子好好看 我修不出来 修不出来 只能进我的 用遮瑕把旁边的阴影再修一下 可以让你的鼻子显得稍微小一点点 人中人中 怎么回事 你缩一缩好不好 我们来上高光 我要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 来做一个仿妆 我用高光在鼻梁上默默地打上玻尿酸 好的 好 这个鼻子我失败了 失败了 不要紧 不要气了 鼻子的问题就是它长得不好 它那个鼻子是那种 这种鼻子 我太肥大了 我的鼻翼太肥大了 行 没有关系 我们从其他地方找补过来是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眉毛 就是眉头比较浓的那种 而且是有点往下的 它比较树的 它真好看 你这种脸好精致 你看人家怎么长的 我怎么长的 我们要往下搭了 眉毛画树一点 眉头比较浓 但是又不能画得太粗 OK 画完一个了 然后用刷子刷一下毛 我最喜欢这个过程了 太爽了 这边也添上 眼妆还是保守一点 整个都是片大底色系的 取一个浅棕色 画满眼凹 然后下面不要忘记了 这是放大眼睛的关键 加深加深变成大眼亮仔 只要是要把眼睛画大一点比较重要 看那个眼睛特别好看 因为想要达到放大眼睛的效果 所以说下眼瞼的地方也要拓宽一点 用更深的棕色来加深眼影后半部分 在你眼妆的前半截做一个遮瑕 一定要带到眼头 下眼瞼的地方也要做一个遮瑕 可以达到眼瞼下肢的效果 再换一个大的刷子 沾一个较深的眼影 把遮瑕的部分盖一下 让它过度的更自然 眼线不要拉出去啊姐妹们 而且拉出去你的眼睛长了以后 不会把你的眼睛显大 反而会显小 OK现在用一个扁一点的刷子 在你的眼瞼下肢那个地方 用一个深一点的棕色 把它加深 OK眼妆完成了一大半了 就很简单 咱们夹上睫毛 涂上睫毛膏 下睫毛也要涂上 很重要哦 然后用小棉签在眼头 打上 极致高光 四里发光颜色 它口红的颜色多半都是偏深肉贵色 或者是深豆沙色 所以说就画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最后觉得人种不够深啊 再加一加 这腮红超好看 腮红涂出来你的皮肤非常健康 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了 你还想怎样啊 如果不拿本书 真的是对不起这个造型呢 在满足平时我日常化妆的基础上 现在可以满足了 仿妆还是要努力 我真的感觉到一定要努力 虽然有点坎坷 但是还是可以 拜拜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